跟大家介绍一下两个颜色长驱的同学 包括了红色赛区的就是香港大学的阳光战士队 蓝色赛区的就是中文大学基不择食队 哇,好热烈哦,立刻 两队队员,首先让我讲解一下 你们会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当听到大会的声响,你们才可以进入比赛区 紧接一分钟完结的时候,我们会有五秒的倒数时间 接着呢,你们就会有三分钟的比赛 那呢,大家准备好了,我见大家都 不如我们开始第一个比赛啦 三,二,一,开始 好了,一分钟的这个准备时间 我要介绍一下两队的特点 香港大学阳光战士就是香港大学工程学院的同学 当中的主力成员包括了林卓基 苏毅倩 李丹峰 阳光战士队里面呢,有第三次参赛老将 亦都有新丁那样的 大家呢,很久没睡觉的了,希望成绩会好啦 那至于蓝组的中大基不择食队呢 队员呢,就是来自中大工程学院的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 主力的成员呢,包括了李杰衡、郭浩展、董和汉 他们呢,将对命名为基不择食 因为呢,基字就代表机械人啦 组合起来呢,又和中文的成语基不择食同音喔 那他们就说了,形容在人处于基极度、基方的基饿 基饿的时候呢,就会激发出对食物追求极大的意志和信心啦 那他们希望将他们的作品呢,挑战机械人的能力极限 哎呀,够钟啦,先不要说那么多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哎呀,一开始就有拦截机人出现就是香港大学的阳光战事队喔 好 拦截机人的意思就是他折停,挡住了另外一组的去路是吗 是啦,那现在这个时候当然呢,我们要征收一下我们那些嘉宾主持的意见先啦 好啊,先问一下施丽华,George 现在自动机械人的发挥怎样啊,看到 呃,其实他刚刚那部,蓝色那部呢,已经阻止了 红色那部已经阻止蓝色的去到啦 是 蓝色根本就没可能卖到去 那红色的阳光战事,拿了黄色牛油了 你觉得这个设计是不是 即是怎样呢,给一些意见好啊 呃,他设计,越他难阻,就变成他不用靠速度 是 那就变成他有大把时间慢慢做 他阻止了蓝色人家 就是他阻止了人家 又很稳定地拿了12分的黄色牛油 好了,接着我们先看看手动机械人 一样是红组的阳光战事的 阿智轩,你看不见 现在他拿了两个芝士 和这个芝士罐了 咦,我看到他们一个机械人 现在呢,不将他们的芝士罐放下 即是夹了,打算夹了所有的芝士罐才放下 是啊,因为我们今次的比赛是叠罗汉 所以他们都希望呢,两个罐搭在一起 一铺过就拿到6分 如果放得稳定 阿Siva,其实他们是不是都 机械人的操作算很稳定的了 呃,稳定性挺好的 不过他就,刚才你看到 呃,蓝队那只被人撞一撞之后呢 他高的那只站在那里 嗯 那其实里面的数据 那里面的数据 哦,即是他现在自动停在那里 因为他就不懂路 对了,不懂怎么办 接着 哦 是的,但他应该有再次启动的 这个权利的 是,刚才我看到他 蓝队去做过启动一次的 但是似乎没有反应 哦,都不行,是的 不要紧了,这个时候我们看看 蓝队的手动机械人 我们就是这个的 机不择食队 也都成功在 你放进去蓝色的蓝那里 拿到六分的 暂时的分数呢 就是 红组十八分 蓝组呢 就是十二分 是十八比十二的 那,如下时间只剩四十几秒而已 如果芝士和罐一起拿得起的话 就会得分三分 如果自带一样拿得起 就只分一分 是的,一定要合体才行 所以那个控制员一定要很紧要的 诶,George有些意见 只剩二十几秒有什么 表达一下好 看到什么好东西 放心,不是吹你鸡 我以为你叫我吹个鸡 我不是 这分数已经是二十一对十二 暂时的分数 阳光战士队二十一分 机不择食队十二分 好,时间够了 第一场的初赛就是比赛结束了 暂时的分数是阳光战士二十一分 机不择食队是十二分的 这个是暂时的比数 好,第一场的初赛结束了 那现在的初赛结束了 那现在的评判团和同学 就要帮忙核实 就是最后的分数 有没有犯规 有没有犯规 或者需要扣分 那不如和两位嘉宾和评判 谈谈谈谈 紫轩,问一下George 看一下印象暂时最深 是港大 还是中大 George 其实如果你看上去 表面上看 就是阳光战士赢 但是如果他没有阻止的话 其实也有机会 香港U都有机会迷身 CU都有机会迷身 因为第一次我们初初去试跑的时候 CU是很成功地拿到 黄色的Button 哦,明白了 那其实 可能他们待会还有机会 是啊 不如问问Steve Steve 你又说不太喜欢破坏性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 红组那方面 有拦截机械人 不过他又在破坏之余 都建立到 拿到分 你对于他的拦截机械人 他的原理是怎么 为什么会停在别人的路径中间 是用什么设计的呢 我想他的设计 他预计 他预计了 他数格制 他迈去那条路 他在中间那里拦截 让他撞过去 令到他的数据 控制不到 继续前进的方向 停了之后 他的电脑里面的软件 就一直在数 不懂得继续前进 其实他这个做法 过往 我记得没错 港大队都有这样的情况 出现 他做过的破坏性 就令到对方行不到 也挺成功的 这个策略 是 有了策略 是不是 子圈 糟了 我也是明明点 不如我们交给台下的Yanis 他好像找到同学 访问一下 交给你 Yanis 麻烦了 现在在我身边 就是阳光战士 我看到了 刚才你们 大比数的抛来 你们的对手 会不会轻敌 那我们没有轻敌 毕竟 其实 他对双方都挺强 强劲 我们预期 这个比赛 会有一番 龙针虎斗 但是呢 刚才我看到 你们一开始 就 有一个好像橙 那样的东西 就很霸道 阻止了对方 中攻的地方 这个是否你们策略的一步 这个是我们一开始 主要的策略之一 阳光战士 所以是否之前 彩排的时候 都不会被人见到 这个秘密武器 是啊 当然 是不是刚才 都算是挺顺利 是不是 就是你们预期中的赛果 其实 的确 大部分 所有机器 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 不过 有问题 就是 我不知道 为什么刚才 那名单手 就会 就是 摆在第四个 实际上会突然不爆 很多东西 到比赛 都未必是 那么顺利 但是你们已经很聪明了 我想问 你们在 制造你们的机器人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是遇到的 主要的困难 就是当部机器人 砌好之后 发生了一些小问题 的时候 维修的问题 就要把它拆开 再装过 但是呢 在选买那些物料的时候 其实 有什么 你们是会 就是针对 你们自己设计 那个机器人呢 譬如要轻 还是要实际 是怎么样 最主要是要 耐撞 还有 体重更轻 是的 那我都见到 他们刚才很努力 你们呢 虽然就是 大比数地抛来 但是不能叫我 知道 那你们怎么看 你们的对手呢 刚才 其实我觉得 刚才的对手表现 都相当之好的 只不过就是说 我想 我想是 因为我们 我们压力比较快一点 是 原来是这样 那你们的秘密武器呢 其实呢 已经可以 阻止了他们 那我希望呢 在下一场的比赛呢 你们都会继续努力 好吗 那麻烦了 这两位同学 交给你们 梁和Kiki 麻烦了 Yanis 谢谢你啊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即将呢 就可以进入第二场的初赛 的了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亦都收到呢 在评判团那里呢 就是第一场初赛的结果 已经有了 最后结果是 红组的阳光战士 以21比12赢了的 最后胜出的是 红组阳光战士队 恭喜了 好了 这个时候 我好心急啊 不如现在开始第二场的比赛吧 那我看到呢 在红色的赛区呢 就是成大开物City Development的 蓝色的赛区呢 就是中大万刀甲油Buttergrapper的 那跟刚才一样 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三分钟的时间比赛 准备好了 3 2 1 开始 好 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呢 开始了 同学仔进场了 介绍一下吧 智轩 好啊 红组成大的呢 有成大开物 是由一班制造工程 及工程馆呢 又是基电一体化工程的同学呢 所组成的 主力的成员呢 包括了林日健 邝偉德 林才德 他们呢 都是以开发智能机械人为己任的 这次参加比赛 他们说在设计和制造机械人的过程中呢 都获益良多 好了 跟着我们看看呢 就将会是 蓝组方面的中大万刀甲油队了 那组员呢 就是来自中大的 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呢 主力成员包括了呢 就是这个 甲炳峰 賀晓敬 陈浩斌 他说呢 他们为了完成目标呢 已经获益良多 深信呢 可以用平价的价钱 形容为借渣 可以得到萧营的成绩的哦 最后五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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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 哇一开始启动 那成大开物呢 即刻就走下去 最高分 好快 最高分就拿了个牛油了 已经 现在双方增持好激烈哦 大家的自动机械呢 可以发挥作用啊 哇 那些粉丝很强劲啊 我们看到成大呢 现在暂时应该 那个分数呢 会比较好些的 没错 因为他们呢 黄色的牛油和白色的牛油都拿了啊 那万刀甲油呢 都不弱的 我看到他们呢 已经是向旁边的那些 芝士进化了 不如问一下 关于材料方面 问一下George的设计啊 那中大的万刀甲油就说 用些借渣的材料 听过很多东西都是执回来的哦 以你的观察 你觉得 蓝组方面他们 那些器材又怎么样呢 好了我现在看到呢 就是 红组的比赛 喂 George 是 想问一下中大啊 他们那些的材料啊 你看不看到 是不是那些借渣的东西呢 是不是执回来的呢 呃 我那次去做设计那时看过呢 他们用些料 是尽量去找一些很便宜 很方便 不怪到的材料来的 就是买些便宜的东西回来 是吧 好 那另外我们不如问 Steve 红组那方面的表现好不好 智轩 成大开物 成大开物呢 刚刚呢 又拿了一个白色的牛油 对哦那就是又得分了 先回来 对于成大开物的手动机下人 你又觉得怎么样呢 他那个设计做得挺好啊 他可以一次拿两个 我看到他的做法 他一天夹了下面的 然后再秤上上面 那个控制做得挺好 挺稳定的那个方向 刚刚看到那个牛油 好像掉下来 那其实我想知道呢 那些机下人呢 对于成大开物 拼了下来 对啊 已经跌了 跌了 刚才他拿了的黄色牛油 又下来 那跌了下来 真的没有分了 对啊 根据那个例子 如果他跌下来 是没有分的 哎呀 浪费了 对啊 那个是12分的 哎呀 咦我看到呢 就有个机下人 不停地转 好了 时间剩下了 20一秒左右 刚刚成大开物 又得分了 那其实呢 那些手动机下人 你可不可以去阻止 对方的机下人 行驶这样的 喂 够钟了 够钟了 好时间够 比赛结束了 好啊 暂时的分数呢 就是2比9 哎 16比9 16比9 那究竟最后呢 裁判的决定是怎样呢 我们就会告诉大家 第二场初赛是怎样的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呢 就 慢慢呢 和那些评仇 谈一下设计 那样的 但是中大万刀甲油队呢 就标榜他们呢 就是用一些 平价的材料 那样的 这个时候最好呢 让George 斯丽华 高程师 看一看呢 我看到他们用了一些 清洁的白洁布啊 之类那些作为呢 是在他们的手臂那里 去 用来 hold住个牛油 那样 你觉得他们的设计是怎样的 George 其实他这个设计都算挺好的 因为中间是风来的 后面呢 就是一块硬胶 那样的 那其实你看上去 根本是很不值钱的东西 那 当我昨天去看的时候 其实他那两个胶 其实应该长一点 不过有一边是断了 那他为什么断了 他就说 那其实我们发现了 其实短了更好一点 那便切了一边 是 那但是 那用便宜的材料 可能 就是有缺点 比如说可能会比较轻 或者不耐撞 在今次这个 就是引渡故事的比赛之下 会不会不着数 George 其实我 不会觉得不着数 如果你那些轻便的 那些 你会快一点 速度会快一点 comparatively 是 轻轻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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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一点 是 有没有关系 对他们的行动方面 有没有不同的 高一点 我想他的设计 就是想拿回中间的牛油 因为那里特别高 那么 原本的 游戏规则 就希望有些人 是用騎博马的方式 去拿到 黄色那一块 那高有个不好处 当然就是 如果你高太 而底是小 是很容易 跌的 哦明白了 那我们见到 现在场外面的 另外一位主持 Yanis 已经准备好 访问其他同学 不如我们现在去 交给Yanis 麻烦了 现在在我旁边 就是成大开物 你们好 刚才我见到 一开始 你们就在 这个势很厉害 马上就拿到 牛油 芝士 但是 后来跌了 你们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 这个结果 就比较可惜 但是当中 我们也付出了 很多我们的队员 这位同学 你有什么感觉 觉得有点可惜 不过 希望在短短的时间 他们可以 吞好一部机 下场比赛 努力点 其实我刚才在看 我都替他们很不值 我以前也是读City 我也是美丝者 我都在帮你们打气 但是 见到这些 譬如有时 机械人 在比赛的时候 有点失准 那这些 有时真的在所难免 那在下一场的比赛 会不会说 稍后要花时间 跟队友想想 如何改良 立刻可以 下一场比赛做好些 他们一定会做 我相信他们 在之前 排练的过程 有没有什么大问题出现 因为你们一开始 已经很顺利 那是否之前排练 都是这样 之前排练都好像出现过 这样的问题 不过 估不到今次 就是吞好之后 都会出现 那 希望真的可以改变 那我刚才见到 你们那个 机械人 是有个 蓝色的胶带 那个东西 是什么物质 那是塑胶物料 挺有趣的 一去到 就枯到牛肉了 好了 谢谢两位同学 下次比赛 继续努力了 我交给你的 Kiki 那我们现在 即将进行初赛的 第三场赛事 那在红色的赛区 就是港大格物的 蓝色的赛区 就是科大凌波微步的 这个时候 要告诉大家 第二场初赛 也有了一个赛果 赛果就是 红色的成大开物队 是以19比9胜出的 胜出的是 红组的成大开物队 好了 交给你了 智轩 看到你们的情况 已经准备得不错了 那我们就 开始比赛了 3 2 1 开始 让我介绍红组的 港大格物 主力成员 包括了张派翼 林友健 马浩元 他们从2004年开始 已经参加了 Robocod的大赛 不单止是上届的亚军人物 更加是2006年的冠军 我想他们这次一定 要施瞻运身解数 因为他们很想拿回 失落的冠军补座 至于蓝组那方面 他们就是科大的导波微部队 组员来自科大的工学院的不同学系 成员包括了李少宇 段杂宇 刘洋洋 对名导波微部来自天龙八部 逍遥派独门轻工的步伐 他们希望今次的比赛 可以像零波微部那样 身轻如意 快而稳的机械人 拿到好成绩 好像你读得这么流畅 真是厉害 武俠小说是这样的 最重要就是像脸丝那样 喂 时间差不多了 准备了 比赛开始 哇 速度很高 蓝组那方面 哇 好厉害 哇 很快 很快 蓝组 凌波微部 立刻拿到黄色的牛油 凌波微部伸长了他的手臂 离远地夹到黄色的牛油 已经 好 那我们看看 红组那方面 香港大学夹物队如何反击 略竟然都是烟门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不如我们问一下 评判施李华工程师 留意到什么 哪个机械人吸引到他 喂 George 哪个机械人最吸引到你啊 这里 我想一定是微波微波 他刚刚拿了两只阿兔 你看到他一只去到 就拿到黄色 另外一只就拿到白色 他一分看就拿到另外一只 哇 师傅 我想问一下 刚才我看到好像 本来是一个机械人来的 为什么现在 两个机械人分别 拿到两个不同的牛油 他其实设计是两部机来的 因为那个规例 就要他开始的时候 他好像搭起来 但是他不能碰的 他拿完之后 他分开了 他的设计其实做得相当好 即是分体 分体 是的 其实他是两部独立的机 哇 这个很厉害啊 是 问一下George 他们之前呢 已经做了这个技术评估 和他们 看他们的设计干的时候 和今天的表现 估不估计到 零波微部队 他们的自动机械人的速度 可以这么高的呢 George 老实地说 是估不到 估不到 就是给你一个惊喜了 是的 是 他可能会有这样的速度 但是我们估不到 他真的这么确实 拿到所有的东西 大家都不要错过 就看一下这个 零波微部队的手动机械 George 麻烦你夹夹了 他就好像有六个盘 那样 逐个逐个夹着了 一个芝士和罐 那样的 你觉得他的设计 是不是相当稳定 但又很重盘 即是贵的意思呢 其实重盘 未必定会重盘 但是他最近的 motor 够 precise 转到 angle 对 就可以夹夹到球 其实他的好处 就是你看到 其实他可以 拿几个是one time 是 他是手动的 就是靠个人去控制的 所以组件做得稳定 和准确是最重要的 是 没错 是 但我看到刚才的同学 操控的时候 就跌了一个罐 落地 是啊 那是很关乎 其实关不关乎 同学的操作技术呢 Steve 有点关系的 因为你 这么快的速度摇 是有机会脱的 是 但是他那个 我想他现在 他现在尽量试一下 看能不能夹起他 因为那个钟未够 他还是可以一路保救的 那如果他夹到 那个罐和那个 波波呢 是有三分的 差不多了 时间 比赛结束 好 好了 那暂时的分数呢 就是3比27 加密是3 零波 微博27分 那都很大比数 那 最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 因为香港大学呢 就是 甲密队呢始终被誉为 今次的其中一队业本来的 但是在这个初赛 现在第三场呢 已经联邦明报 科大呢 已经有一个 这么突出的表现的话呢 甲密队 真是一个很重大挑战 剩下 余下的初赛 他一定要 就是胜出 如果不然呢 可能进 进吸不到 去到这个准决赛 是不是啊 子萱 蔡良我想 我想一下呢 那些同学呢 会不会是秘密进行这个设计呢 跟着呢 到比赛的时候 才拿出来 哇 吓吓大家 但是应该各队 都是各自设计的 不过出来 究竟是惊喜啊 是悲喜交集啊 还是这个 異常开心的呢 就现在暂时看到 甲密队呢 就一般的开心了 因为大家都落出心思 我刚才看到大家是 哇 这样分体的时候 喂 事不宜迟了 我收到这个讯号 我们要交给 在台下的Yannis 麻烦了 那现在在我旁边的呢 就是港大甲密了 那你们呢 一直以来呢 在往年都是大业本来的 我听说 但是这次呢 大比掃这样落败呢 有什么感觉 会不会很气馁呢 我气馁就不会的 因为我们的机器 其实都做得挺好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让对方估计到 我们的路线啊 看来 就是我们 让他们抢哪一步呢 那在接着来呢 之后的比赛 可不可以 就是还够时间呢 去改良一下呢 其实刚才我见到呢 其实可能是我队友 出手比较慢 那其实我们 自己预估到 其实胜负在头的几秒 已经定了了 那可能我们要 看回怎么样 加快我们 拦截机下人的起步速度 那希望真的 可以拦截到对方 夹到和牛油 那样我们才有机会 赢到的 那至于关于手动机下人呢 可能我见到我们的队员 可能比较怯场 所以 控制得比较缓慢 就算拿了四个 Pot and Cheese 都不可以摆到他 那边 希望他下次可以 純熟一点再摆快一点 因为呢 其实除了你 告诉我之外呢 之前呢 已经有其他队伍都说呢 是呢 但是那个 嗯 头头那几秒呢 很重要 就是看看哪个按键快呢 其实是不是 就是这个也是关键呢 哦 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 因为又 因为最多分的12分 黄牛油呢 就 拿了的话 基本上就已经赢了个比赛了 而你按键快人半秒 就 就拿到先的了 可以 那以后呢 在接着下来呢 那些比赛呢 大家呢 的参赛者呢 都要知道呢 快点才行 那麻烦了你们 希望呢 之后继续努力啊 交给你们了 Kiki 麻烦了 麻烦了 现在即将进行第四场的赛事了 在红色的赛区呢 就是成大城市连环 City United的 蓝色的赛区呢 就有中大马尿水 先知MLS C E G 是的 哎 收到讯号了啊 紫轩 是 第三场的初赛已经有了赛果了 最后的比赛的决定呢 就是 科大的凌波微布 以27比3勝出的 是27比3啊 恭喜 好 现在我见到呢 就已经准备好了 不如我们立刻开始了 好 立刻开始了 紫轩交给你了 3 2 1 开始 红组的城市连环呢 成员是来自制造工程及工程管理乐系的 基电一体化工程主义成员 包括在廖洛明 吴又康张文博 施力于简单而直接的设计呢 是他们的理念哦 他们也都在设计和制造机型的过程中 获益良多 有一次呢 他们说 当他们全组人一齐完成了一组 电子感光板的制作的时候 哇 兴奋了 至于蓝组那方面呢 就是中大马尿水仙之队的 组员呢 就是来自中大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系的 主力成员呢 包括有这个邱宏富啦 张展耀啦 廖沛君的 对于他们来说呢 参加这次比赛一个难能可贵的经验 虽然过程里面呢 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失败啊 挫折这样的 但不要紧要 温固之身相当重要的 差不多了 比赛开始了 比赛开始了 哇 又是截击啊 对了 我们看到呢 这个就是城市连环呢 那个拦截机下人啊 一开始呢 就已经呢 就飞了去呢 那个黄色牛油那个柱那里 那里呢 阻止了 但是马尿水仙之呢 已经伸长他的手臂啊 这个策略看到了 首先呢 城市连环呢 就是那个拦截机下人呢 就拦住了人家那边 但是跟着呢 就是再用自己的自动机下人呢 拿了黄色牛油 是十二分的 不如问一下George的设计啊 这个拦截机下人那方面呢 为什么他撞到柱子之后 会打个转 跟着急停 好像这个成龙开车那样的呢 呃 其实你看他撞到那时 他有个好像勾的东西 勾着柱子呢 就靠柱子去swing 是 但是他怎样控制那个角度 或者是 撞到柱子 跟着有一个感应器 令到那个车车去转 跟着再急停 是吗 其实你看到今次呢 以前不是很多根线走的 你看到今次 它全部是直冲的 是 那这边呢 他们反过来呢 是在计算那个 每一个车车转多少距离 这样去计算 那边他就直接冲过去 是 就是 他做了那个距离 是 跟着呢 就去计算那个车车要转多少 是 转之后就做些什么 是 是 明白吗?子萱 少少了 不过我又想问一下 Steven 刚才那些机器人呢 他们呢 可以 就是摆个program 你摆了多少次 就是如果他们突然撞到一些异物的 或者阻碍了他们的 那他们才不会自己回头 然后找回一条路 这样的 这些其实就是设计上面的方便 是 我们在电脑界呢 经常说的就是 叫做 handle exceptions 就是说你正常情况之下 就很容易写的 是 但是去到一有问题出现的时候 是怎么处理的 那其实那个program 就是写program的时候 他要想起这些东西 哦 其实都是真是很精神 经过精密的设计 是吗? 是啊 因为他那个handle 那些意外的东西 其实是最困难的 好了 剩下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现在暂时的分数 在城市连环队是18分 的 马尿水仙之队呢 是得6分的 那现在我们呢 在场区那里 就看到呢 应该就是这个 手动机械人的决战的了 那但是剩下的 那剩下的芝士 和罐呢 就不是很多 那现在我们看到呢 就是 城市连环呢 是的 红组的 就走进去 拿着另外一个芝士的 我知道呢 大家看到呢 会场那里呢 就有一些 绿色格仔 蓝色格仔 咖啡色格仔 他们拿芝士的时候呢 只可以在这个灰色格仔的空间里面 拿起的 不然呢 就要扣分 是吗? 不用扣分 会是犯规的 犯规的 是的 那接着呢 就是这个时候呢 剩下了 差不多的时间 就不是很多的 那暂时呢 城市连环就21分 马尿水仙之6分 时间够了 比赛结束 我们先报红组的分数 是城市连环21分 接着再报 蓝色的队伍 马尿水仙之队是7分 这是暂时的分数来的 好了 现在评判作最后的这个核实呢 究竟 需不需要扣分等等 等等 施负 我想问 你那些机械人呢 你觉得这个外观呢 就是 帅不帅仔呢 没有关系的呢 我想同学都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想个外壳的 想着他先走 那其实就 机械人有很多样子 不一定像人那样的 因为都是始终一个机械人 我的脑里面就觉得 他是会变形的 那些我想要扔很多精力 和很多钱才做得到 明白 我想子萱你不要问 关于外观的东西了 如果说外观 只可以交给台下的Yanis 谢谢 我身边就是城市连环 很开心 有遇见我的师弟师妹 你们很厉害 一开始就得到分了 跟你们的名字 和你们的机械人 是不是有关系的呢 你们连环呢 你那个东西就是 打橫地扔上去 是不是你的策略来的呢 那是拦截的机械人 希望拦着对方 拿不到中间黄色的Butter 那设计上呢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其实主要都是 用一个锁带 锁住那个牛油 然后就 去自己的Basket那里 保护自己拿的芝士和牛油 那些东西 为什么你们成大 那么喜欢用这个设计 因为我看到你们上一队 设计也挺接近的 都是一个胶圈 固着芝士和牛油 其实两个设计 差不多都会用一个索带 去索实这个Butter 那刚才看到 你们大比数地赢对方 有什么感觉呢 好开心 那希望下一场的表演 都是更加好 那你呢 极度兴奋 因为之前在学校是可以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来到的时候 好像头那两次的test run 都不太行 但是一来比赛就行 我觉得很开心 极度兴奋 那在排练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一样 好像今天那样 那么顺利啊 那当中 当然会有一些 小小的mistake 或者有一些 不顺畅的地方 但是 我们同学不断地 改善就很好 好 谢谢两位 希望下次继续努力 谢谢你们的Kiki 谢谢Yanis 谢谢Yanis 为什么Yanis每次交回 都只是给Kiki 可不可以交给我呢 不过这个时候 有人交了一些给我 就是这个 第四场的初赛 已经有赛过了 最后的比分 是红组的城市联华 是21分 蓝组的马尿水 狮子队是7分 是21比7 恭喜 好了 那我们即将进行 第五场的赛事 在红色赛区的 就是科大的火之龙 Fury Dragon 蓝色赛区的 就是港大的阳光战士 Shanshine Warrior 那两队队员 和刚才一样 你们有1分钟的时间 准备 1分钟之后呢 就是3分钟的比赛了 那准备好了嘛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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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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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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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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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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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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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就是火之龍 火之龍差不多就可以… 我很替他緊張,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他拿到一個牛油,一高舉 就已經可以完成一個比賽 就會終止了 想不到如果是的話 初賽已經這麼早可以見到 真的水準相當高 不如問一下George現在的情況 講一下紅棗火之龍 他們的自動機能 你有什麼看法呢,George? 他拿一塊黃色那塊拿得很快 你見到他其實另外一塊他已經拿了 他有一個白色,但還有一個 現在他就reset了 一定是reset,因為他出不回來 現在重新啓動另外一個自動機閒 對於他拿的牛油的設計 是一個圓形,又不是一雙手 類似,說得難聽一點 好像廁所盤,應該是那些 嬰兒仔,學行儀 你覺得有什麼好處? 他中間那塊其實就是一塊 好像索膠那樣的東西 好像索膠袋那樣,但有一點點硬性 那就是one way 你落進去,他就識敷回頭 然後就hold住了一塊牛油在中間 是,看來你聽一下George 詩麗華工程師都相當欣賞 送電程工程師,不知道你怎麼看 志軒 我今次說到火之龍隊的設計其實是挺聰明的 我們看到他一邊推他,另外把東西放回安全區 那個設計做得相當好 我覺得這場比賽好像速度比之前快 是啊 那是不是呢? 是啊,這次見到速度很快 所有速度好像很快 好了,可能會出現了 不知道會不會有犯規的情況 看看最後評判是怎麼決定的 因為看到攔截機人好像越左驅 不過不要緊,我們看看藍組的手動機人 不斷在取分 現在暫時的分數是27比7的 紅組火之龍隊是27分的 分數相當驚人的 咦,我看到陽光戰士都好像一個機械人 就擱淺了 是啊,他的攔截機人有一點失控 看看可不可以調節一下 現在簡直是剷了上薄 那他又不准拿下來 他已經啟動了一次 因為之前炒了去右邊 現在炒了去左邊 現在炒了去左邊 好了,時間不多了,三秒 好,時間結束 不要緊的,我們看到藍組的陽光戰士隊 香港大學他們第一場初賽 成績不錯,有21分 但今場暫時的比數是27比7 可能會輸了 看到火之龍 我們集中可以說是第二年參賽 究竟表現是怎樣 剛才我們兩位嘉賓的評判 他們都覺得不錯 阿智圈 我也替他們很緊張 其實他們已經是很強的對手 對手有沒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 因為對手用的戰術 是否影響到自己隊的戰術 這個絕對有關係 是,George,你說速度很快 如果要提高一個自動機嫌 很快去拿黃色的牛油 很快進去,很快升高 很快夾著 那要缺是甚麼呢? 設計上應該 我想第一,速度一定是走的途徑 第二,速度和輪的尺寸 這些全部都會計 是,需要很貴的材料嗎? 可以不用很貴的 但聽說好像有些魔打 去到四位數字 不如稍後再問你 這個時候 我們交給台下的Yannis 謝謝 在我身邊就是火之龍 你們的表現和你們的名字 一樣強 跟我們之前在拍攝 我看到他們已經很有自信 其實今天的賽果 是否你們預期當中 是超過我們的預期 但我們都能走出來玩 沒有預期會輸 你呢? 是,一樣的 都是 哇,但你們這麼輕敵地說 不是的 因為我們下一場比賽 都會很有自信地 繼續我們下一場比賽 雖然剛才這麼成功 但在你們製作這個機嫌人的過程 當中有沒有遇到甚麼困難? 其實都有的 不可能沒有一隊是沒有任何失敗 我們是經過無數次嘗試才得到現在的成果 在設計的過程 你們的構思是來自甚麼的? 有一個構思 你可以看到我們三部機嫌人 構思都是來自一個羽毛球拍 羽毛球拍 主要是夾中間的butter 和旁邊兩個whitebutter 那在之後的比賽 還有沒有甚麼需要去改善? 我們會改善穩定性 因為你剛才看到我們 recharge的時候 那部車其實是有些問題 即是說呢 即是說一陣子有時間的話 可以做好一點 你們的信心也會強一點 是嗎? 是 好 希望你們繼續努力 交給Kiki和阿良 謝謝 謝謝 我剛才收到一個提示 原來去年火之龍隊是很厲害的 是啊 拿了這個 不知道是貴軍還是亞軍 那你拿不到冠軍還是差一點 所以今年捲土重來 剛才表現相當不錯 暫時的分數呢 暫時27比7 最後評判團會告訴我們 究竟裁決是怎樣的 好了 這個時候就留下一個問題 給George問他 喂 關於機械人用到的摩打 我們看到剛才 譬如說有些機人 速度相當高 好像跑車這樣飛過去 現在好像場地 直接爆了 如果人肯定爆到流血了 那為什麼那些 好像那些摩打要成四位數字 有些是一千多元 有些二千多元去用 是不是要用到 這麼高性能的摩打呢? George 我想在這些遊戲來說 通常你不會說 真的用到幾萬元一個摩打 我想應該就 成本真的很高 因為通常你看到一部機械人 不是一個摩打 是 是很多個摩打在裡面 譬如說他舉手 他們每一個摩打 全部都用摩打 是 如果你說幾萬元的話 一分鐘你做一部機械人 就要十幾二十萬 十幾二十萬 那你做三部的話 如果你說幾萬元一個摩打 那你不是十幾二十萬一部 那你三部就好 那這個遊戲 真的非常大贊助才能做到 喂 但如果學校覺得這個科學的推廣 值得呢 放好一點的資源 放進去呢 其實都可以 是不是 問問問問 送電程工程師 三萬 做三隻自動機械人 學校 資助 希望學生表現好 值不值呢 見仁見智 因為 凡是做比賽的事情 你又不知道明天晚上那條例 是什麼例 有機會用不回 可能都挺浪費的 那摩打那些呢 我想你是可以 買一些好一點 耐一點 有些譬如我們說 要準一點 那些會好一點 一般來說 我想都未必一定 用到這麼高規格的摩打